中国女排开局的1比0 让球迷看到了我们晋级巴黎奥运会女排四强的希望 特别是三大球中女排是仅存的项目 球迷也是希望中国女排可以走得够远一些 可惜的是第二局比赛 土耳其女排开始调整 我们的一公出现了问题 可是蔡斌指导并没有及时的调整 而在这一局的最后关键球 二传也是出现了问题 中国女排也是以21比25输掉了这一局 大比分来到了1比1 重新回到了起跑线 第三局比赛双方打得非常的胶着 这一局比赛 土耳其在关键时刻抓住了机会 26比24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 第四局比赛 中国女排其实有非常好收下比赛的机会 我们打出了10比3的开局 如果我们能够大比分迅速拿下这一局 这无疑是对于土耳其女排的巨大打击 我们有机会在决胜局获胜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第四局比赛 土耳其的调整让我们卡格 土耳其一度追到了23比20 不过李盈盈的得分也让我们最终拿下这一局 只不过这一局 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比赛来到关键的决胜局 决胜局双方比分一直胶着 当比分来到10比10的时候 土耳其女排一个明显的过往机球得分 比分来到了11比10 在裁判眼皮底下的误判 中国女排也是申请了挑战 可是让人无奈的是 这个球竟然挑战失败了 从多倍慢动作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土耳其女排球员的手几乎全部过往机球 可是还是宣布了挑战失败 中国女排丢掉了关键的一分 这一分比赛也是在15分赛制的决胜局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让本应该处于主动的中国女排 反而处于被动 最终中国女排12比15输掉了决胜局 大比分2比3输掉了比赛 无缘四强 裁判的误判坑了中国女排吗 裁判为何这样吹罚呢 在赛后 体育频道的铭记也是透露了内幕 从慢动作来看 这个球肯定是过往机球 而裁判之所以吹罚挑战失败 最重要的是裁判回看录像的时候 并没有看整个进攻 而是看球到地面之后的录像 所以吹罚了中国女排的挑战失败 所以这个球 中国女排肯定是被坑的 这个球也改变了比赛的走向 但是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是无可奈何 期待整个门 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